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你有人问我现在美国的疫情的情况 两个字比较准确 稳定 其实它稳定吧 有时候会降一点 有时候还会升一点 整个美国的情况是这样 纽约的情况当然比最高点的时候是降了很多了 有6000降到600 是原来的10% 但是降下来以后呢 降到5300% 只有原来的5%最高点的时候 但是降到这个5%以后 它就保持一个盘整的状态 不降了 也不涨了 涨上一点了 那赶紧控制住 然后控制住以后呢 这段时间看着它这个降了 然后就赶紧开放一点 开放一点 比如说原来不开学的 开学了 原来饭馆不给开的 给这个开了 开了以后呢 一开始是只有这个送外卖 后来呢 可以在门口吃 再后来呢 可以有四分之一的座本 可以坐 有四张桌 这张桌坐 三张桌空着 那电影段开始开放 它逐步逐步的呢 会这个放开 那放开以后呢 它就有反弹 反弹了以后呢 就再把那些比较严重的地区啊 它就再去控制 这个严重的地区呢 它一般有这么两个数据 一个呢 是1%的感染率 也就是说呢 今天测了有5万人 有这个1% 有500个感染的 这个是个正常数据 如果呢 这个连续一个礼拜 低于500人 400多人 300多人 它就再开放一点 再开放一点 感染的机会高了 下个礼拜测了一次600 那不 6万 6万1%是600 那它就有700 800 900 甚至于某一些小的地区啊 特别高 2% 3% 就把这些特别小的区域再去严格控制 这些比较小的区域呢 那就只能出外卖了 不能在餐厅里吃了 也不能在门口吃了 它就会倒回来 然后控制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看它稳定了 然后呢 再放开来 开在门口吃了 然后呢 开在里面吃了 用这么种办法 另外一个数字呢 除了1%的感染之外呢 还有一个0.5%的死亡 也就是说 测了以后有500个人感染了 那500个人感染的话 0.5%是两个半人死亡 那如果是超过两个半人了 哎 他就会想着办法啊 这个控制一下 如果是说死亡率低于两个人了 就死了一个 哎 连续一个礼拜都死的不多 哎 他就觉得呢 哎 差不多了 他就又开始了 放开一下 大概的情况呢 就是说 现在呢 不是以控制 这个疫情 让它是零感染 这不是目标啊 中国的目标一般就是说啊 让它一个也没有了 把这个地方呢 人家都不用戴口罩了啊 这个中国的控制是这样 但美国的控制呢 不是啊 就是 这个地方呢 它感染率降到一定的程度 死亡率降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像说感冒啊 差不多也是0.5%的这个死亡率啊 在流感 那你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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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肺炎也是0.5%的一个感染率啊 那差不多全当感冒吧啊 然后呢 下一步呢 就是等疫苗 各个州呢 那肯定都是盼着这个疫苗等着疫苗 疫苗呢 现在基本上靠谱了啊 也就是说呢 到11月份啊 这最乐观的估计了啊 现在10月底了啊 也就是说再过个半月20天的啊 就 就 就可以有疫苗了 呃 悲观的估计 也就是这疫苗可能不太好 或者数量不太够 或者怎么的 那个 有些试验还不一定成功啊 可能还有几种疫苗呢 肯定能成功的啊 这个成功的比例比较高的 啊 全算进去 也就是呢 比较悲观的估计呢 是在2021年的4月份 这个 疫苗也就有了啊 当然疫苗有了以后 不可能全部一下马上 所有的人都能够中疫苗 但是起码呢 相信医生啊 护士啊 可以从这一开始呢 逐步的推广开来 那如果过一段时间 那再过上半年啊 那可能就谁想打疫苗 谁就打疫苗了 那如果到了谁想打疫苗 谁都打疫苗的时候呢 那就比较简单了 你就是 这个害怕的 你就打疫苗 你不害怕的 你不用打疫苗 是吧 就跟感冒一样 然后呢 他这个死亡率呢 也不高啊 感染率呢 也不高啊 然后呢 这个老人呢 一般呢 可能这个这个死亡率高 那就打疫苗啊 孩子们呢 可能就不用打疫苗 是吧 哎 他就形成这么一种 嗯 自己选择的一个选项啊 就是想打就打 不想打就算啊 这样呢 这个 整个疫情呢 那大概就控制住了啊 当然现在呢 是各州 忙各州的啊 纽约忙纽约的新特席 忙新特席的啊 不是每个州呢 都像这个纽约州呢 这么稳定啊 因为纽约州呢 已经 这个最高的时候呢 已经过去了啊 但是其他州呢 可能有的呢 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峰啊 谢谢大家 啊 谢谢大家 啊 谢谢大家